大家好 我是孫敏喜 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擊年紀的節是牛熊分界線 先講講港股情況 今天港股維持英俊 高開之後雖然一度回軟跌過下 不過跌過少少之後又掉頭又升 尤其是上半場尾段聲勢擴大了 最後全日有保得住百多點升幅 最後收27,683點升136點 成交增加到921億 今天市做好騰訊記一大功 英俊升1.7% 跑贏大市 加上平保股份亦向好重磅股 只不過匯豐遠一點 一度跌過 最後只能夠逆市沒有升跌 令市升幅不能漲步擴大 整個市形勢 今天市升百多點 連續幾天上升 走勢看起來不錯 為何會這樣呢 其實可以從以下方面講 特別是資金面的推動作用很大 因為外圍情況 在資金利好情況下向好 以至港股都因而順勢向好 外圍先講講美股 美股威水的 昨天又再來破新高 這就是道指 看到升穿了之前的浪頂 破了之前阻力 27,462點 其實三大指數也創新高 為何會這樣呢 就是兩方面因素 一方面就是市場傳出 中美貿易談判有可能有好消息 因為市場傳的版本 其中的版本是這樣 大家暫時相信的版本是這樣 美國有可能取消9月份對中國實施的關稅 涉及多少錢 是1,100多億美元的貨品 考慮取消 原因是中國要求考慮取消 這個一聽到市場事就眼睛發亮 第二就是之前減息的利好作用 仍然遺留著 仍然發揮作用 令到市場因而向好 加上除了股市之外 外圍的匯市 也對整個港股有利 外圍匯市先看美匯指數 現在看到了 美匯指數 之前一直有危危符 跌了穿250天線 回轉頭 其實美匯指數危危符 對港股的新興市場來說是好事 看到了 穿過 但仍然看到綠色這條線 這條是下降軌 美匯指數仍然維持下降趨勢 通常美匯指數向下 顯示市場風險為立增強 風險為立增強對風險資產有利 新興市場以至香港股市 都是其中之一 所以是利好港股 特別是 再看其他地方的貨幣走勢 更加令港股好友 信心進一步增加 因為 在美匯指數向下 同時 亞洲新興市場的貨幣 最近保持著利好勢頭 一眾新興市場貨幣的波幅 已經跌到三個月 換言之 這類新興市場 特別是亞洲新興市場貨幣 是穩住勢頭 穩住向上 這當然是對亞洲股市向好 港股是其中之一 因而受惠 特別是更加要值得留意 人民幣走勢越來越強 看到 這就是人民幣 美元對人民幣 資士向下跌 資士建換 美元對人民幣 資士向下跌 資士代表美元對人民幣下跌 資料人民幣上升 已經去到七個邊緣 穿過夏天 穿過七個關口 這是三個月以來 最高位之人民幣對美元計算 當然 這個圖要反過來看 換言之 芝士對人民幣的資產有利 對A股的氣氛亦利好 事實上 今日內地也傳出一些好消息 一方面 中期借賣便利利利率意外地下跌 比市場預期突然向下跌 利好資產價格 利率向下 其中之一是利好內地的A股 加上根據數據統計 北向資金已經連續九日買入A股 買賣日子達到九日是八月底最長的日子 換言之內面資金不斷買入A股 所以上映指數 今日也是延續的升勢 一度飆穿了三千點的水平 收市便下跌 暫時仍然受制於之前的下降軌 這條六四這條受制於下降軌 總而言 是繼續上升 亦是連升 就是第三天的 種種因素其實都是對港股的氣氛有利 所以資金面或市場 我為市場的走勢 是對港股的形勢向好 只不過港股能否進一步再升 或者升多少 有待考驗 考驗是分哪幾方面說呢 二十三方面可以說 第一方面就是中美貿易談判的情況 剛才提及過市場一聽到美方 考慮會撤銷有關關稅 立即有利無利 炒了上去 但其實根據其他報道 因為剛才說的那篇 就是金融事報報道 就是這樣說 但根據其他報道 譬如彭博報道 有少許出入的 出入的意思是甚麼 就是美國其實並未決定 真的撤銷 因為某些裡面的重要人士 包括主要的談判代表 萊特希澤 覺得不應該取消 究竟最後會取消 這個仍然是一個疑問 暫時未知道 第一個考驗有待 就看看最後結果如何 如果最後不取消 只不過是因而 因為這是中國的要求 因而中美又有些阻滯 更麻煩 所以留意著 第二個就是經濟和業績的基本面 都不是十分利好的 以香港來說 特別是香港經濟近排出的數據 諸多數據都是差到無與倫比 包括零售銷售 採救經濟指數 Kingcrown 全部都是非常差的 只不過是十多二十年來最差 還是二十多年來最差 差到無與倫比 經濟數據不多 第二就是業績方面 某些股份出業績後 現在大家的看法都覺得一般 其中一個包括匯豐 見你一隻 今天剛才提到 是逆市沒得升 原因是有些大行調低評級 將它持有 持有也不是太好 持有降至沽首 原因是雖然策略是 撤出低回報行業是好的 但是時間性就不是太英俊 換言之仍然是看淡 將它調低路非常低 換算港幣50元左右 現在到60元 如果換算50元左右 令人比較大 覺得頭痛一點 加上第三個就是點台的幾個字 牛紅分界線 這條淺藍色就是250篇線 香港的牛紅分界線 已經穿了 但是如果用西方來說 牛紅分界線不是250篇 而是200篇 200篇線 今天有點忌諱 因為200篇線 站在27,735點 今天見到27,733點 差兩點 就掉頭回軟了 一度升幅收窄了幾十點 好像200篇線的阻力仍然在 所以這條西方的牛紅分界線 大家留意著 如果真的爆穿了 就要好一點 只不過即使爆穿也要留意一下 這個重要阻力區 就是密集區 相信去到這些位置 都有不少獲利沽盤 所以短線來說 市可能有再升了一點 但到了28,000點的水平 就相信有不少回途壓力 大家留意著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